日本女生在夏日祭典中常穿的浴衣 日本女生在夏日祭典中常穿的浴衣 是許多台灣女生想試 但又不知怎穿的服裝之一 今天邀請季子老師教大家如何正確穿浴衣 穿好了之後 走 往後身 摸到後面的中心線 中心線必須在脊椎的位置 下板往上押 這時候一隻手在前一 一隻手在後面 將浴衣往上押 將浴衣下板往上押之後 在後面的肉手就可以到前面來了 然後將浴衣的兩邊 鑽好之後 下板裡面鑽好之後 我們先量左邊的位置 鑽量的時候要特別注意 這邊的位置是大約在大腿的 中心線的那個位置 確定位置之後就可以打開 然後再包住 右邊 在左邊 那這時候要記住 臨口的位置一定是左邊在上面 將衣紙的這邊往上拉 將下板的布拉平準 然後記得後背也要拉 第一條針坊的位置 大概是你身骨盆骨的那個位置 浴衣的兩旁都有一個動作 這個動作是讓你的手伸進去 斜觸幫忙要點壓平 手從那邊伸進去之後 開始往下壓平 把布料往下壓平 那後面也只要 後臨的部分拉低 那距離大概是一個橫的圈横的位置 要將左右兩邊的位置 均等 那交叉的地方大約是在女生鎖骨的這個位置 跟前面第一個綁繩的動作一樣 只是正好身的位置是在胸口下方的位置 首先腰帶要對折 對折好之後開始量長度 左手抓住 然後從左掌心開始量 量一個手背長的距離到這邊 好 在食量好位置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開始來打結了 多餘的部分就放在肩膀上面 開始繞兩圈 這邊可以稍微把它拉平整 有點像折趾飛機的那個折法 開始繞兩圈 繞兩圈之後呢 短的部分繞過長的打擊 肩膀上這條比較短 所以繞過長的部分 然後量一個身體的寬度 這是等一下蝴蝶姐要做的寬度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往內側 把它均整個往內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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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折成M或W就可以了 我再折一下 好我之後呢 剛才放在肩膀上的這個比較短的腰帶部分 就可以開始準備到肩膀 那它繞過位置是剛才我們打進的那個位置 腰帶多個部分繞進去之後 就開始處理兩邊蝴蝶結的那個黏度 盡量把它拎整個往內側 還有氣功 蝴蝶結的位置一定是這樣的往內側 平整 非常的有感覺 整理好蝴蝶結之後 就開始我們夾蝶帶轉到後背的中心 那兩隻手稍微用力的往後轉 就開始看到了 那兩隻手稍微用力的往後一走 早上的影片 雙手稍微用力 那個是我們 就開始這把片段 找我們 怎麼說 嗯 對